为何成立工作小组夏林青说 到底有没有和谐性侵案 苹果独家专访夏林青让她自己解释 但这个工作小组不但违法 但还说他们不知情 被害人正式提出申请调查的时候 然后心理系提供工作小组报告 那个是9月初的事情 而我们才明确了解 原来有这个工作小组存在 发生事情是6月28号 那教官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身符组学校身符组也第一时间就进场了 校方一直都知道也是同意的状态 我认为他是知道我们在进行教育指导工作 心理系若只称 若只称 低约的时候他们开始运作的时候 校方就以知情的话 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办法从学校的文字记录上面确认 呃现在这是在各说各话吗 因为一开始我们会说小组小组 所以呢网络的名人啊各种写文章啊 他们就把性情法理的规格里面的调查小组 动一下就整个扣上了我们经理系的小组 吐发中心 对 所以你觉得呢 发导